我使用手機一直以來 我都使用蘋果手機 剛好三星有這個機會 我就開始嘗試使用別的手機 它真的長得非常好看 三星的鈴聲真的就是好聽 哈囉大家歡迎回來我是小師 我是小老師 上星期收到了來自三星的機密包裹 那個包裹真的超有趣 是我史上收過覺得最有創意的包裹 裡面有水果 還有一些三星的產品 然後你就覺得怎麼可以想到 把它結合得這麼有趣 那個包裹讓我印象深刻 但是呢最重點是我就開啟了 我一個禮拜使用這一支新的 三星出的折疊手機 就是Galaxy Z Flip 3 5G 這個折疊手機 折疊手機到底好不好用呢 到底有什麼樣子的優點 什麼樣子的缺點 今天透過這影片 我會非常誠實的跟大家分享 那我先講一下 我自己使用手機的歷史好了 我使用手機一直以來 我都使用蘋果手機 我只有使用蘋果的手機 因為從5S開始吧 我就一路使用蘋果 一直到了前一陣子 但是呢 我覺得蘋果手機一剛開始 給人家的感覺就是它比較穩定 而且它不斷的會有一些創新的東西 改革的東西一直加進來 到了最近這幾代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跟我一樣的想法 就是說 好像覺得改革上沒有這麼多的突破 每一次出新的手機 只是在稍微優化之前原本去有的東西 而不是有很多的創新或是什麼改革 因為其他手機其實已經有非常多新的功能了 但是他們好像非常保守的在進行他們的更新這樣 所以就是讓我會有一點點不甘心 再去買他們的新手機 然後就覺得剛好三星有這個機會 我就開始嘗試使用別的手機 那當你跨出了那個舒適圈 之後你才知道其實別人真的進步很多 那有很多你自己沒有使用過的新的東西 也可以在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本人並不是資深的國分 那我會一直使用蘋果手機的原因 只是因為我就覺得我懶得換 因為我習慣了 我相信大家一定都是這樣 當你習慣了一個模式之後 你就懶得去習慣一個新的模式 因為你覺得可能要花非常多的時間去適應它 那但是換了三線手機 我現在覺得我只有前兩三天 覺得稍微要適應一下 但其實我馬上就適應了啦 其實也沒有那麼困難跳出那個舒適圈嘛 所以大家也是可以稍微挑戰一下自己的 三星這一次呢 他們的很重要的中心思想是主打 for all 這個精神 不是強調各自的區別性啊 獨立性啊 而是呢 應該要讓所有 不管你是iOS或是安卓系統的人 都能夠相容 創造所有人使用上的便利 在分享好不好用之前呢 我覺得摺疊手機 大家一定會有幾個概念 就會覺得說 為什麼手機要出摺疊的 那其實三星他們剛開始出摺疊手機 主要主打的是給一些商務人士使用 因為他摺疊手機這樣子打開之後呢 可以同時有三個畫面 所以他就是在你處理公式上面 是非常方便使用的 然後讓那些商務人士 假如說平常你要辦公 但是你不想要帶一個很重的電腦 你可以在手機上面 就做非常非常多公務的事情 然後但是這一次已經是 他們的摺疊手機出到第三代了 那出到第三代的摺疊手機 就有這個上下摺的 這是這一次的新的產品 上下摺的呢 他就不再是主打給商務人士 而是希望任何族群 任何領域工作領域的人 都可以輕鬆的使用摺疊手機 接下來就要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這個三星的摺疊手機 最棒最棒 我最喜歡的三個優點 首先第一點就是外型 我非常外貌喜歡 我相信大家知道的 江老師就是一個這樣子 覺得東西要好看 使用起來心情就會舒服的人 開箱這個手機的時候 不要說我 我們所有的工作夥伴 一打開來都是 那種真的很驚訝 因為你看一下 他真的長得非常好看 在外型上我可以非常肯定 他絕對 在我心目中啦 絕對是戰勝Apple手機 我拿到的這個顏色呢 是融絲白 他們一共有出了四個顏色 那我覺得這個顏色真的 超級有質感 他這樣子打開的時候呢 是比較細長型的 然後呢 折疊起來的時候 可以看到他這一邊 在這個轉折處 還有Samsung這樣 反正這個所有的邊框 跟所有的細節真的拿起來是非常有質感 而且很輕巧 就他拿起來重量也比較輕 輕蠻多的 所以使用上我自己覺得 我是長期 拿著手機瘋狂一直打字的人 我覺得手機輕 對我來講幫助很大 因為你們知道我之前一直回訓息啊 一直處理這些網路的東西 然後一直打字 然後一直處理 我的左手是 有一陣子真的非常非常的痛 就是他會痛到影響到我彈琴部分 但我覺得現在這支真的很輕巧 然後他遮疊起來的時候 放在包包裡面的空間 也非常節省 於是那些小費包 你就可以拿出來 搭配這個手機使用 就會非常的開心 因為很多人買小費包 第一個要考慮的就是 你的手機到底 放不放得下那個小費包 可是這個是絕對沒問題 因為他真的很輕巧 好再來 第二點我最最最喜歡的拍照 我跟你講我之前用蘋果手機的時候呢 我不知道為什麼有一種優越感 我們就是很喜歡霸凌其他手機的使用者 我們就覺得說我們iPhone拍起來 當然比較好看啊對不對 然後可是那一次去山上 我們去一個風景很漂亮的餐廳吃飯 然後他就拿了Samsung手機出來拍 然後我們就說 欸我們蘋果的我幫你拍 我拍的再傳給你 然後他就說 Samsung手機拍照也很好看 我們就這樣 然後結果他拍完之後就給我們看 然後我們看就這樣 還不錯啦 他拍照起來的效果是真的 比我想像中的好蠻多的 因為我自己以前是用一個那個心態 就覺得自己用的東西是最好的 但其實別的廠牌已經進步非常多了 我真的覺得要小心 因為大家都非常的努力在革新 這個手機上面這件事情 然後拍照除了 我覺得整體的畫面看起來我喜歡之外 最重要的是因為它是折疊手機 所以大家知道就是我們如果出去自拍的時候 你就不用 就找腳架了 不用什麼自拍棒還要這樣子放在桌上 這樣這樣這樣 然後或者是你用手拿著自拍 然後你永遠都會有個手在這裡 所以它只要就是放著 放著 然後呢 它自己就可以成為自己的腳架 這樣放著自拍是超級方便 因為自拍對我來講其實是很重要的一環 它算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因為我就是你也知道 我常常要在IV上面PO一些跟大家互動的東西嘛 然後常常需要一些自拍的東西 根本沒有人 攝影師會隨身跟著我嘛對不對 再來很重要的一點是 它的拍照模式我超級喜歡 就是它會感應你的手掌 所以你只要手掌比5這樣子 然後它就會感應到這個手掌之後 它就會開始倒數 然後就幫你自己拍 所以你手不用再去按它 像我就這樣子放著拍的時候呢 手掌只要這樣給它感應 感應完之後呢 它會大概有一個 我覺得剩兩秒吧 還是幾秒的時間 然後你就可以去換你的Pose 比如說你每一張都要這樣子拍 你看它又拍了 可以講 可以講真的很方便 拍照比手掌這件事情 對於愛自拍的女人來講 簡直就是如虎添翼 這個我真的非常喜歡這個功能 這個完全百分之百完美 然後它拍照起來呢 它會自己微微的好像幫你美化 所以照片看起來 絕對包君滿意 然後很神奇的是 我不知道它是感應得到你 鏡頭很髒還是怎樣 我剛剛早上在拍東西的時候 它就說 清晰的鏡頭可以讓你的照片 看起來更良靈 一會兒偶爾要親一下你的鏡頭 我相信 你已經有鏡頭很髒 然後就翻過來 喔 好像需要擦一下 它怎麼知道我的鏡頭很髒 然後再來是 你把手機靠近食物的時候 它會自己感應到那是食物 所以它就會問你 要不要使用食物模式來拍攝 所以你那個時候只要按一下食物模式 它就會自己進入食物模式 然後那種食物模式拍攝的 就會讓你的食物看起來更甜美可口 那個顏色的顯色度是非常高的 然後還自然幫你旁邊這樣開 讓你就覺得看著 一種油口水的感覺 總之在拍照上面的表現 以及很多的細節是非常貼心的 這個是我自己用蘋果手機的時候 沒有感受到的事情 再來第三點 我覺得也非常喜歡的一點是 它這次滿主打它的防水功能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在網路上有許多人 分享這一支手機的時候 可能都會有那種 拿水去潑它的那種畫面 對 沒錯 它真的 這個也是讓我非常滿意的一件事情 因為你知道小朋友如果出去 跟媽媽喝下午茶的時候 不想見 啊 這樣打翻 然後你就整個嚇到爆炸 然後或者是你自己在泳池邊 想要拍一些美照 然後呢 但是手機放在泳池旁邊 然後如果手濕濕的去拿 你也不用感覺很有壓力 所以它是讓你在使用上呢 更加的安心 然後就算稍微碰到水是沒有問題的 那它們做的測試呢 其實是有可以讓你深入到 水下1.5公尺 長達30分鐘 所以一般來講 我們應該沒有辦法 在水裡超過30分鐘吧 對 正常使用下的那種防水功能 絕對都沒有問題 但是不是要叫大家說 帶著去潛水潛到深深深海裡 沒有要這樣子啦 遮疊手機還有一個 大家會覺得很擔心的一點是什麼 就是遮久了感覺一定會壞掉啊 遮久一定有問題啊 那坦白講呢 我自己當然是使用一個禮拜 當然是沒有問題 但是它們自己在出廠的時候 它們測試過 是折疊20萬次的開合 20萬次 那我覺得你一天不知道是折個幾次啊 你覺得人一天可以折幾次 人一天可以折你的手機 88次嗎 可以吧 有這麼多次嗎 我有折我的手機88次吧 那我們20萬除以88等於多少 20萬除以88約為2272.727 所以說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理論 如果你一天折疊你的手機88次 那在20萬次的測試底下呢 你可以使用你的手機 2000 blablabla 那就代表應該至少可以有個七八年吧 雖然我數學不太好 但是應該也有個七八年 可是我覺得七八年大概應該普遍都換手機了 所以在折疊方面呢 這個故障的情形呢 大家是比較不用擔心 而且它們這一次的折疊手機 我普遍看網路上的評論 真的覺得他們這個已經出到了一個非常成熟的一個階段 然後再來是螢幕會不會有折痕 些微真的是看得到一個折痕 但是它並不會有影響 就是當你在看的時候 你不會明顯覺得有一個 呃這樣波動 或者是有影響任何使用上面的東西 這個我覺得是沒有 再來我覺得大家不願意換手機的一點 還有傳輸方面的事情 就是假如說你的工作的環境裡面 所有人都是使用就是Apple的手機好了 或是Apple的電腦 那它們之間有個AirDrop這個東西可以使用傳輸 你會覺得這樣子相對來講便利性很高 那IOS系統跟安卓系統 這兩個東西的傳輸 一直都是大家覺得比較麻煩的一件事情 可是其實現在已經有許多的App 或者是許多的方式 可以去解決這個傳輸 像我自己就試用過那個SnapDrop 然後我覺得那個是非常方便使用的 但是我不會推薦大家說 你一定要使用什麼方式去傳輸 只是這一個點其實大家可以放心 因為現在真的蠻多有 各種傳輸的方法其實都蠻方便使用 那當然有這麼多的優點 坦白來講它還是有一些缺點 那我覺得對我這個 長時間要一直用到聲音處理的人來講 它的聲音方面是相對比較弱的 就是它不能夠靠近然後使用太大的聲響 因為我有試過說 因為它實在很方便它這樣立起來 我就可以放在鋼琴旁邊 然後自拍我自己彈琴 剛好這樣子拍 你知道剛好這樣子拍我的手指就在 那我之前是還要特別找腳架來架 或者是怎麼樣架 然後有時候手機會這樣滑下去 就蠻不方便的 但這個就可以直接這樣架著錄 但是我發現我只要彈太大聲的話 那個音質是會受到影響 會有點犧牲掉 所以可能不要究竟太大聲的錄音 然後或者是有透過一個震動去傳達的話 它也會稍微有一點點音質受到一點點影響 那這個是我自己在使用上覺得 這個三星可能是未來可以努力的方向 在聲音這一塊啦 可是我覺得大家一般 如果你不是彈琴的人 你不用錄自己彈琴 可能八成你也不會覺得那個聲音有什麼特別的影響 因為它自己錄唱歌錄講話什麼都可以 因為我自己都有試過了 聲音還是相當甜美的 最後呢就是大家非常期待的 姜老師好久沒有鈴聲聽寫了 那三星的鈴聲 我之前有拍過我自己聽寫三星的鈴聲 跟蘋果手機的鈴聲 我跟你講 三星的鈴聲真的就是好聽 它的鈴聲是像整個樂團在表演的那種 那現在呢就要帶給大家 我最喜歡這一次三星手機裡面的 兩首鈴聲的鋼琴板 好久沒聽寫了 不知道我的耳朵會不會深屑呢 我們來開開 拜拜 我現在來挑戰的這兩首呢 是三星品牌組T恤的鈴聲 我跟你講真的太兩天了 你們聽看 很好聽 是不是很好聽 但是很長 這樣很難背起來 但它真的寫得很好聽 而且它剛好又是鋼琴 更高耶 好像沒那麼高 然後再次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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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好了 我用鋼琴彈彈看喔 我練一下 再填一次就可以了 自行的 然後我意外的發現他們 往下滑有超級多 超級多 是我之前沒有談過的鈴聲 所以代表接下來張老師 可能又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三星手機鈴聲聽寫囉 那希望大家喜歡今天分享影片 那使用三星手機這個禮拜 我真的都覺得非常的滿意 那我覺得一個很智慧的手機 可以為你們生活帶來更多的美好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分享 記得訂閱我打開小鈴鐺 掰掰 掰掰